字幕志祥 拿出來的 這麼像? 很重 我記得帶點東西來沒有? 大了,一定喜歡這個東西 一餐你也遲去,一定是 你看看是否有心水 這麼大把? 你以為帶的鉗子就帶它最大 來吧, 新鮮… 莊尼哥, 你要這麼大個鉗有用嗎 鉗就是剪東西的, 明明 我叫你帶出來當然是賺錢的 手套呢? 手套有我 自笨, 戴著它吧 那我們去哪裡賺錢, 莊尼哥 入口行吧, 走吧 入口行 莊尼哥, 你很急, 打算在這裡嗎 不如先找個廁所吧 好, 幸好避得快, 弄錯了, 打人 這是什麼? 抗渠 這條… 這條? 什麼? 錢, 鼻雷銅片很值錢的 是嗎?那怎麼辦? 拿出來吧, 錢 你說嘛, 錢不值錢的 這裡, 再來 嚇住你, 真是短兩條的東西 快點 很重啊, 你又不幫忙 我要做的嗎? 老闆, 一袋銅片, 看看多少錢 四十五元 好啊 真是挺好找的, 真是二千人敢製作 那我進來吧 這是你的 不是呀, 這麼少, 買個劍也還沒足夠 你也挺好想的, 先吃飯吧 大家剛剛在片段裡看到 被人偷走了的就是鼻雷銅帶 葉幫瓣, 為什麼這些銅帶這麼重要 因為鼻雷銅帶是鼻雷系統其中的一部份 它主要的功能是在行雷閃電的時間 閃電所發出的電流 經銅帶輸送到地面釋放出來 以保障建築物裡面系統和人命的安全 那為什麼這些銅帶會成為 賊人下手的目標 而賊人又會在哪裡下手呢 因為銅的回收價是比一般廢鐵的回收價為高 因為這樣往往是成為賊人垂眼的目標 賊人通常都會取而不取難 他們是會安裝在建築物天台上 還有或者離地面大約一至兩米高 伸手可及的銅帶下手 那如果一些五金回收店的店主 回收了這些銅帶 他們也有機會干犯香港的法例 是的, 他們是會干犯處理裝物罪的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監禁14年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五金回收店的負責人 千萬不要回收一些可疑或來歷不明的避雷銅帶 其實作為大廈的業主又或者管理處 都可以採取一些措施 去預防避雷和貶避道 是的, 首先就是大廈裡要做好良好的通道管制 通往天台的門可以加裝閉路電視和警鐘系統 以避免一些閒閘人士進入天台的範圍 另外, 亦可以加強天台位置的巡邏 你們亦可以用這種方法 近地面的銅帶可以用膠管把它套住 然後膠管的兩邊是用櫻泥封口的 這種方法在很多大廈已經使用了很多年 亦沒有不良的影響 同時亦沒有銅帶被偷去的報告 至於容易被觸及的銅帶 是可以刻上建築物的名字 這樣做的話可以減低回收的價錢 同時亦可以阻嚇賊人偷走這些銅帶 就這個處理裝物罪 亦可以幫助我們警方提供有力的證據 另外, 我在這裡呼籲建築商和承建商 當你們興建新的建築物的時間 可以考慮安裝新的避雷系統 這樣做是可以減低用銅的份量 趁這個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發揮互相守望的精神 在街上見到有可疑的人物 去叫一些銅片、銅喉、渠蓋 甚至其他金屬的物品的時候 就要第一時間通知警方 說到通知警方 接下來的案件就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如果大家有任何消息 就請第一時間通知我們 我現在身處於秀茂坪、康寧道和鎮華道的交界 而在我旁邊馬路中心的位置 就發生了一宗致名的交通意外 所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呼籲 希望各位幫忙提供消息 意外是發生在今年的1月27日星期日 上午的6時25分左右 當時一輛私家車正是沿著康寧道下車 往御民方方向行駛 當他來到康寧道跟鎮華道交界 康圖國對開的時候 就將一名正在橫過馬路的伯伯撞到 那名伯伯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很不幸到最後是證實雙寵不治 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沒有人在今年的1月27日星期日 上午的6時25分左右 途經受茂坪的康寧道跟鎮華道的交界 已有目擊到意外發生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請你和我們東九龍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二隊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305-7500 2305-7500 這裡是土瓜寧的馬坑衝道 和炮漲街交界 在這裡發生歸宗致命交通意外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在今年的3月20日早上9時左右 一輛綠色的小巴 就在我後面的這個位置停車等候 當交通燈轉為綠燈的時候 小巴司機就開車 但是就撞到一名79歲 正在橫過馬路的女途人 小巴司機在途人的示意之下 才得失事件並且停車 可惜已經將女途人拖行了一段距離 女途人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同日證實不止 警方作出呼籲 有沒有人在今年3月20日 只留了9時左右 途經馬坑衝道 和炮漲街交界 而有目睹案發的經過呢 又或者大家有沒有 任何有關案件的資料可以提供呢 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儘快和西九龍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二隊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773-5200 2773-5200 大嶼山迪士尼公園的公共運輸交會署 今年2月7日 在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案發當日的下午2時45分左右 兩名的士司機在等候乘客期間 就在路邊的這個位置聊天 在這個時候 另外兩名的士突然之間向前加速 撞向兩名的士司機 接著這輛的士 更加鏟過石膊 去到對面馬路才停下 兩名的士司機嚴重受傷 他們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最後證實不治 警方又再次呼籲 有問在今年2月7日下午2時45分左右 在迪士尼公共交會署 這裡沒有案發的經過 又或者大家有沒有任何案件的消息 可以提供呢 如果有的話 就請你盡快和新界南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二隊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3661-1300 3661-1300 馬路如虎口真是一點都沒有錯 要知道除了要守法之餘 也要時刻保持警覺 萬一遇到突發的事故 都可以立即作出應變 接下來還有一宗的失蹤人口案件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大家要否認識上片中的這名女子 她就是周焦蘭女士 周女士在今年4月17日早上 離開了位於將軍澳景明院的住所之後 就一直不知所蹤 她的家人其後報警求助 周女士今年83歲 身高大約1.5米高 體重大約100磅重 瘦身材、圓面 留有黑白色的短短頭髮 在最後見到她的時候 周女士當時是新穿 紫色的上衣、紅色的外套 和黑色的長褲 如果大家有任何 有關周女士的資料可以提供的話 就請你盡快和 東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聯絡 她們的電話是2703-2331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拜拜 封自我 硬汗痴 平出一身痴 流汗血 盡赤心 追尋大意義 生命 作稿注 留下了英雄故事 憂患 劍骨氣 漫步顧盼此城市